政治消息来关心 台北市松山慈会堂举办宗教活动 蓝绿两党主席都来了 却是亡不见亡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前到场 停留大约半小时后离开 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后脚随后就到 向神明祈愿 判能天降甘霖 缓解中南部的旱灾 现场还有支持民众 当场大喊总统好 副总统赖清德正要离场 高呼总统好的声音此起彼落 正式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 2024总统大选 赖清德出席活动时 越来越多民众对他表态支持 我要代表蔡英文总统 祝贺我们活动圆满成功 母娘神威显客 我再次恳求母娘保佑 台湾能够天降甘霖 以解决目前中南部缺水之苦 为国祈福 赖副总统特别关心 中南部的水情严峻 期盼天降甘霖 像这样的宗教盛事 不让民进党专美于前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率地方明代到场参加 更是比赖清德提早半小时到场 两党主席同场不同台 亡不见亡 我们国民党是要靠团队的力量 那我们将来一定是推出不是一个候选人 是一个最强的战队 那包括郭董事长 包括柯文哲市长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整个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让大家看到我们再有的力量 看到我们非绿的联盟 三聚不离团结 虽然国民党内总统人选未定 朱立伦对每一位可能的候选人 都保留一定空间 面对定于一尊的民进党 蓝银何时能敲锤定案 各界都在看 记者令这些黄卫才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